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病人是医师的天职 但如果有一天 医师因为过劳而病倒 又换谁来救他们的命呢 一个医生如果说是 他都没有睡觉很久时间来看病人 那那个光是表情就不是很好看 那整个医病关系也会受到 一个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守护在急诊第一线的住院医师 连续工时超过30小时 早已是台湾医疗环境下的常态 又让血汗这两个字 长汗他们画上等号 其实发生很多的医疗情况 其实都是医师过劳 那甚至开错药啊 或给开错刀啊 这些问题都非常多 那最后真的是一病双疏 很多研究都显示 如果医师的疲劳程度下降的话 对照顾品质是会有帮助的 过劳问题确实造成医疗品质下降 与医病关系紧张 卫福部已在2017年发布 住院医师工时指引 以凭借效力规范住院医师的工时 规定最长总工时不能超过28小时 四周的工时上限为320个小时 像我实习的时候 我实习的时候 5 6年还6 7年前 那个时候职完班隔天 要继续上班到晚上5点 就是连续工作30几个小时 那现在我昨天值班 我现在中午12点多就可以下班 就是连续最多不会超过28个小时 那差很多 像昨天只睡2个小时 还是很长 可是其实我好地帮上去走 对对对 那就差很多 我们训练出来的医师都救仇不救命 宁愿都去做医美 做这些诊心 但不愿意真的投入 我们的急重难症的照护 那其实对民众的冲击是非常的大 甚至很多医院 因为住院医师人力不足 最后我们就只能关床 然后最后就是在急诊的走到等 所以我们比较是希望说 给一个医师合理的工时保障 跟劳动的条件 让年轻的医师愿意继续留在 急重难症的照护上 所以医师纳入劳基法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医师莫劳危险 2019年9月1号 住院医师进一步纳入劳基法 享有退休金 特休假等保障 工时部分则依住院医师工时指引 每周不得超过80小时 纳入劳基法当然是我们 期盼很久的事情 那当然在工时方面 其实规定会跟现在的规范差不多 现在是透过医院评鉴的方法 差别最大的就在于 现在如果就算有医院违反这样的公时规范 住院医师也很难去申诉 或者是申诉之后 会不会也没有办法有相关的罚款 但是现在拿到劳基法之后就不一样了 医院可以透过比如说工会 或者自己去找劳工局投诉的方法 让有一些医院假设它违反这样公时规定的时候 可以获得改善 那这样会对医师的公时会有保障 也对病人的照顾会品质会有提升 人力基本上我们是渐进式的 以那种住院医师修正时速 那目前来说希望从88公时到80公时去做实施 未来是朝上每周65小时去做实施 那所以我们是不会说一次就全部到位 免得说发生人力空缺的部分 而是说慢慢去调 然后慢慢去调整整体的人力 大家一起努力争取之下 其实虽然没有劳基法保障 我们已经从医院评鉴去要求说 住院医师公时应该要有一个上限 那时候最早是每周86小时 然后后来现在改成每周80小时 其实比起我们一般劳工劳基法 40小时其实已经是double了 对他们我们来讲已经是不可思议 但他们已经从以前的120到100 现在降到80小时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内外妇儿科的住院医师的遭受率 其实慢慢已经回流了 不过这次劳基法 仅保障到私立医院的住院医师 占所有住院医师约6成3 其余2000多位公立医院住院医师 和4万2000多名主治医师 都没有纳入劳基法 纳入劳基法在各行业也是一样 在一些公立机构里面 会发生双轨的情况 因为它有一部分是用契约禁用 一部分可能是用公务人员 任用的相关的法制禁用的 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目的 是对于工作的内容 跟工作的时间上的规范 那么这一块的部分我们会一体试用 所以这些受训中的住院医师 都是在教学医院而已 那么我们教学医院要收训这些住院医师 我们有所谓的教学医院评件 所以公职规范的部分会一致一体试用 那么都会在教学医院评件里面来规范 所以所有的住院医师都是一体试用 但是其他很多劳基法里面会涉及到的 这些职灾的补偿 退休的制度 立休假的规定 那这些的话可能就必须要回到 各自不同的这个法规的规定 主治医师和其他受雇医师的劳动权益 目前卫福部已规划在医疗法中 增列的医师劳动权益保障专章 而新的专章希望立法院三读通过后 最快能在2020年上路 大家的共识下是认为说 不要有太强制性很僵化的公司规定 这样反而让整个医疗的运作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跟限制 但是对于这个 因为在工作上遭受到的职业灾害 还有对这个医师长期之后 那么年纪大之后的退休保障 应该也要有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全套的劳基法 那么的确无法适用 但是里面有一些必要的 应该给予医师 受雇医师保障的 我们就用在医疗法里面来修 现在再开始重新修医疗法 然后到现在连出行政院都还没有 什么时候送到立法院 然后我们才可能两三年也跑不掉 那这种东西又要拖延了更久 那如果直接适用劳基法保障 其实就是由劳动部发一个行政命令 就直接适用 而且那也是当初朝野 立院党团的共识 也是蔡英文总统 那现在会不会借故又去拖了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是说 我们过去对卫福部的不信任 因为过去所有的医师人力的标准 其实他都说不用劳基法 我们在医院评鉴就有规定 但是我们医改会就会发现说 过去每次医院评鉴 人力项目大家都特有 包括医师的公司跟人力 然后特有才能够生医学中心 健保起伏就会增加 但是每次劳工局去劳检的时候 就发现通通都违规 保障组织医师和其他受雇医师 劳动权益的新修专章 能不能如期上路 民间医改团体有疑虑 会不会他根本没有 主管劳动这方面的专业 你要劳检到谁来做 那他真的会劳检吗 再来他有一个法令 要有相关的法则 那他有办法去做处罚吗 也不一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会不会最后 其实也是像现在品鉴 有可能会沦于职上作业的一个法令 丢这个医师的劳动权益保障庄 所以他不是品鉴的 他一样有法则 所以他其实他的设计跟劳检法 是相当类似的 只不过是主管机关不同 一个是劳检法的主管机关是劳动部 那么医疗法的主管机关是卫福部 那这个大家其实有不同的声音 因为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那么卫福部比较懂医疗 那所以呢这个应该由这个卫福部 来执行这一些相关医疗法规的检查 因为目前很多的卫生法规 也都是卫生部门地方的卫生局在执行 也没有这个特别的障碍 大家都知道劳检法过去就是在规范什么 在规范劳动人口的蓝领阶级 它的劳动条件嘛 那你试想这个医疗 主治医师他毕竟跟一般的这些蓝领 就是说一般劳工的一些职业的状况 跟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不管是 就是说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 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保障医护人员不会过劳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的环境跟条件 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不需要拘泥一定要用什么法去规范 我觉得那个都是 就是说不要为了立法而立法 而是说真的把这个法立了以后 能够对这些主治医师的避免过劳 提高医疗品质是有帮助的 这件事情是远比 只是因为立法而立法来的重要 和卫福部另定专章的立场不同 民间医改团体认为 社工医师全面纳劳基法 才能真正落实权益的保障 但不管哪一个方向 最大工运数就是缩短超长工时 终结医师过劳的血汗环境